我們還是主要先轉播我們的泰國隊 好那我們現在比賽正式開始 那希望的話還是希望大家能夠直接到現場來為我們的中華隊加油 那現場不只看決賽 我們還有一些打卡戰壕裡的活動 還有一些體驗區像我們可以挑戰我們的準國手 跟國手比賽 像我們這種國際賽其實都有參賽人數的限制 所以那些準國手就在現場直接等著你來PK 等著你來挑戰他 沒錯 是挑戰他 好那我們現在這2號位阿煉球的選手 先丟出去 那地板管球的基本功就是 當你投資完第一顆目標白球之後 你的第一顆射球要盡量的貼著白球 那像這種球都是很靠近的 可以接受可是還是可以更完美 對就是還可以 那接下來就是看泰國隊有沒有第一球 就把白色的射球直接貼到我們白色的目標球上面 那我們可以看到其實泰國隊的選手有先把我們的滾球啦 先稍微搓遠一點 是 因為我們的地板管球它的材質非常特別 嗯 它感覺不是正圓的 它有點軟軟的又有點硬硬的 是 那 我是看到這個非常漂亮 好球 力道跟整個都掌握得非常好 對 直接這樣停在我們的白色目標球 是 那我們的地板管球的外屏呢 其實是沒有材質的限定 是 那只是它只有規定說你不能在外面貼一些貼紙 所以為了是有一些加工 對 就是不能有止滑的啦 相關的東西 那 它的重量的話就是在275克正負12公克 是 那還有圓周啦 對圓周是270 對 270 70 那個 公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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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實就大概是27公分 可是它加減是8mm 是 好 那這邊我們繼續看比賽 所以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就是 因為我們泰國隊緊連著我們的白色目標球 所以我們的 八連球 八連球 想要把球去撞開 他們好像嘗試了一下 就是 去把球撞開的樣子 那好像 沒什麼效果 對 看來可能 泰國隊的球這樣非常的軟 是 因為像地板管球它會有一些軟硬之分 通通軟球就會拿來當防守的球 是 會近日拿來貼白球 是 那硬的球就會負責來進攻 希望把 對方的射球能夠把它撞開 那像這球就是 八連球的選手啊 有把 我們的白色目標球 稍微往後撞了一點 是 動了一下 但 實際上要怎麼樣 就是變成他們可以進攻的模式 那他們可能 是 還要再想一下 或是討論一下戰術 對 那雙人賽不同的是 他是跟隊友跟隊友之間的默契的配合 是 那大概就是戰術的運用 像 可能他們在上場前 就已經先分配好工作 是 因為每個人其實只能攜帶三顆球 對 就是 一隊就是會有六顆球啊 那不能說你是我 我二 大家就是 一人三顆 對 公平起見 對 所以會有一些 我的配球跟你的配球要怎麼樣配 然後我們的進攻模式 防守模式要怎麼樣去做 所以隊友在球場上的溝通非常重要 是 對 那 然後非常的分析目前的局勢是 看一下 有誰來丟比較有優勢 對 那現在阿聯酋已經要丟到他們最後一顆的射球了 看起來 好像 好像還撞不開 對好像球還撞不太開 這時候應該可能要採取一些比較保守的 防守的樣子 就是 因為畢竟一場比賽有四局 對 那在第一局如果假如你真的沒有辦法得分 那也要把自己的失分上低 是 對 看起來把球停在前面 那我們阿聯酋的隊伍他的球都投資完了 那現在可能看一下泰國隊想要做怎麼樣的進攻 或是怎麼樣可以拿更多分數 你知道這個局面其實 嗯 先兩個球可能就是先大力啊 撞開 因為其實紅球也還是有比較近的 在旁邊 是 就看他們 會怎麼樣去做 進攻啦 是 因為畢竟 對 國際賽事我們還是接觸的比較少 是 那一些國外的選手其實對戰隊上面 會跟我們台灣選手思想不太一樣 對想法可能不太一樣 跟一些用球的技巧 就像我們前面有提到我們剛好 第一場比賽是 畢竟換兔 他這個就是直接用撞球 用跳的撞球啦 直接把球往後帶了 所以現在白球附近全部都空出來了 我們看一下他直接把球空包過去 空包過去 直接撞到前面的球 把球往後帶過去 這樣子他創造一個空間就是讓他 五號位的選手 五號位的選手讓他比較好去貼近這些球 應該去貼白球來增加一些得分 你看到投擲格 他其實是一個由2.5公尺長 1公尺寬的去劃分 是 那選手在投擲的時候呢 是不能去壓到線的 是 那我們看一下回放部分 就是選手的球 盡量要去貼我們的白色目標球 所以目前看來泰國隊的選手 在於 經典的上面是不是長得怎麼樣 是 第二顆球也是 就是 稍微 碰撞一下我們的白球 然後再去做停的部分 因為泰國隊第五號格的選手 看來就是要一次丟三顆了 對 保持一樣的手感 盡量丟 先把分數取得 然後現在可能 藉由後面這些球 當成一道牆 然後變成說 隊友比較 不會一直把白球往後撞 因為後面還是有紅色的射球 對 早上瞄準那一團球結果就對了 對 沒錯 就是 因為我們算分的方式啦 就是 比如說 紅隊勝利 就是看藍隊最近的球 去看一下他們 越靠近得了幾分 那 所以我們現在可以看得出來 嗯 這個樣子 應該是非常 能夠用肉眼判的就是 不用 應該不需要撤籃 藍隊會有四分 啊 可是 主持人還是會 還是不問 選手 選手 隊長還是可以出來看一下球 看一下球的局勢 確認一下說是幾分 因為 在 投資格看的 球 跟 就是由上往下看的球 是 位置有時候會互相 我們看到BC4的雙能載 他的時間限制跟 其他組別不一樣 他是五分鐘 他是五分鐘 對 應該是最少的對不對 因為其他都是六分鐘 甚至七分鐘 而且相較於其他級別 呃 PC4的選手其實 呃 力道比較大 所以他的靈活度會比較好 是 所以他可能就不需要太多的時間 來做 調整輪椅的部分 是 他們基本上都可以自己 調整輪椅啦 所以他們 操作 然後這樣子 呃 把球投資出去的時間 也變成說不用來得那麼多時間 選手自己也笑了一下 是 他可能自己知道 嗯 可以做得更好 可以做得更好 對 還有更好的空間在 他第一局的 那種衝球的狀況 對 他第一局也是貼球啦 是 他第一局也是自己貼到自己的球 對 然後那我們就看一下 阿聯球的選手 會想要怎麼樣的進攻模式 他能不能把握這個機會 先讓自己的球 貼著白球 對 那在比賽的過程中 其實隊友是可以互戰交談的 是 那只是交談的音量其實不能太大 好 好 這就是 漂亮的去貼球 他不是直接貼到白球 是 他是先借由旁邊的籃球 稍微幫他做一個減速的狀況 再去貼到我們的白色目標球 那其實你要直接停在白球前面 非常困難 因為你要掌握那個力道 力度要控制好 然後沒有控制好 要嘛 就是離太遠 不然就是你會把白球一直往後撞 有時候我們會比較 去用借由其他的球來停靠 是 是看人家太過隊可能 嗯 這個準度就稍微差了一點 像他應該是想要 他想要把白球往後撞一點點 對 往後撞一點 所以你看他 力道控制的是這樣子 他也沒有說很用力 用神體整個力量把球往後撞 他還是決定要先 把紅球跟白球分開 是 那這樣的局勢就會變成說 變成紅隊進攻 紅隊就 又要把 就把球負責貼起來就好 對 那就會變成藍隊會一直要去借球 就變成說 泰國隊要一直去借阿聯球的貼球 沒錯 對 那 這在比賽過程中 其實就像是一種互咬 對 就是看誰貼得比較好 那你沒貼好 我球一進去就會換成我貼球 這樣子 所以我們的最終目的呢 就是要讓射球 越貼近白球越好 是 沒錯 那在畫面的 右 後方 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1比0的分數 那其實是 中華隊跟我們的伊拉克的一個比分 中華隊是藍隊 所以我們現在是0比1落後 但沒關係 現在是我們的發球局 所以就看一下說 怎麼樣去做後續的進攻 好 那我們回到我們的 阿聯球的進攻 也是一樣藉由籃球稍微帶了停一下 可是這個時候其實就有蠻大的一個空間 我們就看一下選手 有沒有辦法自己 就是再把球貼回來 以這個角度看 其實3號 泰國隊的選手 是3號位的 對 其實可以有機會貼到白球隊 空間是蠻大的 接下來就是把握度啦 把握心這樣子 其實他在進攻同時他還想說 貼著白球的那顆紅球 他是不是要順勢把他撞開 是 或者是說 或者是可能先保留起來 等到最後一顆球的時候 再一次把他撞開 或者是像這樣的局勢 就是讓球停在紅跟白之間 那一方面這是一個防守 我這樣子變成對手的那顆紅球 可能就沒有辦法做進攻 他可能只是一個稍微阻擋煞車用的 有點進攻攻退殼手的狀況 那現在變成我們的阿聯球選手 可能要把球撞開 但是他們 對 球種的運用阿 對 球種的運用阿 但有看到白球的部分 他的地 跟地板接觸的地方 其實有一點 凹陷下去 代表球 蠻軟的 對 所以其實球應該 真的要力量蠻足夠 他才會動 球質也不能用到 箱跟麻糬一樣非常軟 是 因為他都會必須經過一些 滾動測試 對 器材 器材檢驗的滾動測試 像他們的一些球續都是在賽會前 都會需要經過一些設備檢定 對 器材檢驗這樣子 那檢驗合格的球 才能被帶上球場 是 是 這球應該是阿聯球的選手 剛好投資的過程中 有點 自己有點 突然身體的狀況 突然好像投資沒有那麼順暢 看得出來阿聯球的二號格選手 看來也是一位 極之損傷的選手 是 你看他的手部 其實不是那麼方便 對 手的抓握啦 對 所以對於力道來說 可能不是那麼的好 是 所以可以看到第二局 當泰國隊發球的時候 他就盡量發離 那位選手照遠的地方 是 這就已經開始要準備做一個防守的狀況 對 接下來就是看自己的隊友 有沒有辦法 就是把自己隊友的球再撞進去一點 有 再撞進去一點喔 是 因為這樣 這其實很傷的感覺是 他其實是沒有什麼力道的 對 他的 所以他就是靠準度來做一個防守的動作 是 那就是把那邊的球稍微 塞滿塞在那個地方 盡量減少對手得分 對 然後再看後面的局數 可不可以慢慢把他追回來 把分數追回來 對 那一樣我們前面有提到就是 這BC4的他們投資力道也比較夠 所以很常會看到直接 直接 隔空飛過去的球 把球往後帶的狀況 就像我們第一局看到的 所以或許他們也會 嗯 等一下可能採取這樣的策略 或者是不一樣的技巧 那我們可能看阿聯酋 他們這一隊現在想要怎麼樣的進攻模式 或防守模式有再看一下泰國隊的 好 看樣子就是把自己紅隊的球 再擠進去一點 那這時候呢 因為紅隊頭子已經 六顆球都投完了 所以採判就直接指示藍隊進攻 好 當然 這一樣我們很常會提醒選手 就是要問一下採判 分數的部分 現在分數幾分 這是常提醒選手 也是讓觀眾知道說 是 選手的權益是可以詢問 裁判現在的分數 避免說 自己在投資格上面看的部分 跟裁判 裁判評斷的分數 這時候是有一段差距的 看一下呢 這個選手應該是要 想把 把旁邊的紅色球 打開一點 再靠隊友的球 好 再稍微再貼進去這樣子 因為看來 已經剩下最後一顆了 是 所以就靠隊友這一顆 能不能貼進白球 來參加得分 很可惜 應該是撞到自己的籃球 準度有的 可是力道也是太大了 如果力道小一點點 其實是可以順利其在白球旁邊 好 藍隊一分 所以這局又是有泰國隊 我們本次團有PO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看一下他長得多可愛 對 他可以跟鑰匙綁在一起 其實就不用拍優卡的意思了 是 沒錯 好 好 那 下一局在幾局開始 是 那我們要進行第三局 由二人球來發球 是 那這樣選手就會特別小心 自己的輪椅有沒有壓線 因為如果當壓線時 如果你投資了 這顆球是不算的 對 要配撤球 對 然後還會再加一個罰球 對方有得分的機會 那罰球要怎麼罰呢 藍老師 罰球呢 就是我們畫面上可以看到 中間有一個填字的點 那就是呢 我們的隊伍 可以選擇 在這局比賽結束的時候呢 算完分數 後面會進行罰球 那就是請 要罰球的隊伍呢 可以選一顆射球 然後進行投資 就是要投到 我們的中間填字點 是 然後就可以 計算一分 罰球罰一顆就是 進去一分 進去一顆就是一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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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安球這顆 安球的 這位選手其實準度非常的夠 是 對 它就是力道有時候都會 稍微差了一點點 就可以再更完美一點 他們在暖身的時候 場地部分 可能要再 確認一下就是 場地的滑 就是止滑程度啦 就是球落地之後 它的滾動的狀況 對 滾動的狀況 那其實在講到 罰球其實要罰進那個框 非常非常困難 嗯 蠻不容易的 對 因為那個框 只要25公分 乘以25公分 是 你不能壓到四邊的線 對 壓到線就不算分 對 所以其實罰球 並沒有那麼簡單 螢幕上看好像很大 可是其實 要投進去真的 不容易 而且它又距離我們的 發球格 有5公尺 對 5公尺 對 5公尺 我們可以看到 我們泰國座的選手 就是一樣 就是把球 直接貼在白色目標球上面 所以就是 當你發球的時候 沒有好好把握 貼球的機會 就會讓對手有機可蹭 是 所以當對手貼球的時候 就會變得比較麻煩 你要先把 想辦法把球撞開 阿聯球的時候 來討論一下 蛇的角度 視野會比較好 然後我們會看到 阿聯球的選手 是不是有更換選手的狀況 對 因為原本的應該是 對 2號位的選手 應該是另外一位選手 然後現在更換了 就是使用操作電動人員的選手上來 然後做一個討論的部分 就是 BC3級BC4雙人賽的部分 可以準備一位候補選手 對 準備一位候補選手 那會在計分 計分牌的兩側 待命 那在局與局之間的時候 可以更換選手 對 那可是更換下來的選手 就不能再上場了 是 那所以他們可能想要 趕快更換一名選手 看上來追分的方式 或者是說 就是 賽代訊 出來讓每位選手 都可以上場 就是體驗一下國際賽的氛圍 沒錯 那像團體賽的部分 是自己的投資時間 兩位選手其實可以 就是 自己隊伍的選手 都可以出來看一下球 討論一下 那可是呢 你這還是要花自己的時間 所以就是一定要在 我們的投資時間內 把 想辦法把我們的目標球 全部投資完畢 把我們的射球 目標 射球全部投資完畢 而且要避免小心不要碰到球 是 變成繞局 對 變成繞局 那會比較麻煩 就是要重打 這局要重打 對 那假如是惡意的話 其實會被裁判甚至判黃牌 黃牌 對 甚至黃牌 甚至更嚴重的 兩張黃牌 你就會被驅逐出成競賽 就會被競賽 那其實像國際賽這種競賽 是蠻嚴重的問題 對 那據我所知 目前泰國灣好像還沒有因為這樣子 近戰 就是 有被判黃牌過的啦 其實這種黃牌 在你器材檢測不過的時候 就會被給予一個黃牌警告 最容易 應該說器材檢驗的時候 通過的球 但是你可能在檢入室的時候 會有抽測的 對 抽測的部分的時候 可能你抽到你的球 沒有通過的時候 就會判黃牌 那像這些身上的朋友 他們要出國比賽其實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這次台灣能爭取到 在我們自己國家舉辦 國際的積分賽事 對於我們國家的選手 其實是非常有意義的一些事情 是 就是 也代表著其實我們台灣是 有能力去舉辦這樣國際比賽 然後也 歡迎各國的選手來我們台灣 走一走看一看 沒錯 台灣真的很美 對 那這時候就是 換到泰國隊進攻 就是對於我們的選手 目前正在爭取2020 帕奧門票的那些選手 是 就是帕林平克運動會 就是在奧運過後一個月 就會開始舉辦的 會變成身心戰略者的 奧林平克運動會 是 就是這些選手也是要想辦法拿積分 爭取 他們的門票 對 看起來泰國隊是想要先把球都擠在一起 變成一道牆 然後貼近自己 可能再有 就是隊友把旁邊的紅色球消掉 對 他們現在的策略應該是會比較偏向這樣的模式 對 可能看一下他們接下來怎麼打的 因為對於泰國隊來說 他們現在是領先的狀態 對 所以他們只要穩穩的每局 可能得個一分兩分 或者是不要吃太多分 對 都有可能拿下這場的勝利 是 可以看到 泰國隊的選手還在調整他的投資位置 是蠻用力想要把球撞開的 對 可以是順利的把自己的射球 讓他更貼近白球 是 就是自己撞自己前面的藍色射球 然後更貼近後面的白色目標球 對 可能我們觀眾從這個角度看會覺得 是不是紅色球比較貼近 那其實是會主勝 就是由上往下看 再進行測量 這樣子 那 測量過程中 都是會讓選手看到 沒有要 採判測量的狀況 不會背向 就是不會把選手的視野遮住 因為我們比賽 比較重要的也是 選手 選手是我們最重要的資產 讓他們這樣子去參與比賽 測量的工具還有很多種 是 我們可以看到我們剛才那種 像一個V字型的測量工具 那可能後面有 看到其他測量工具的時候 再跟各位觀眾介紹 早上之後還有出現手電筒 手電筒 對 手電筒都出來了 是 好 那 我們看二號位的選手 就是把 直接把紅色球往後撞掉了 現在他們可能還在討論說 要怎麼樣的進攻 那 只是他們可能也要注意一下時間 那可能觀眾朋友 可能會好奇說 他們要怎麼樣看到時間 怎麼樣知道時間 其實他們面對球場的 再看過去就是紀錄台 會有很大的螢幕 就是讓選手看得到時間 謝謝大家 現在螢幕看到正後方 對 對 就是有一個 紅色跟藍色的螢幕 對 他們其實就是 面對球場的方向 他們會看得到 好 那接下來是我們的 紀錄台也會提醒 一分鐘 會有完美 或者是 30秒 15秒 這些提醒選手 那看起來這種球 其實是蠻膠著的啦 對 對 那對於投資性的選手來講 可能 就是 第一個要想辦法把球衝開 第二個 可能就是直接用 球 直接把他 往後帶過去 對 那我們看 看起來選手是想要用衝的 對於阿林球來講 他們現在其實 局面比較尷尬的是 他們落後的狀態 是 落後的五分 他們必須要搶一些分數 是 對 他變成比較沒有辦法打防守的 因為如果這局再讓泰國隊得分的話 假如得一分 就會變6比0 是 在最後一局 第四局的時候 對於阿林球就是 只要泰國隊沒有犯下 失誤跟罰球的狀態發生 是 那他們就是 泰國隊就是 穩輸 對 基本上就是 穩贏啦 穩贏這樣子 就會變成 所以他們可能現在也在想說 想要再積極拿分一下 好 那我們可能就 那阿聯球的 球已經投完了 那我們可能就看一下 泰國隊現在想要 怎麼樣的進攻模式 看起來也是 藉由前面紅色球的帶了 然後再進去 貼近我們的白色目標球 而且頭子的角度 掌握得非常的好 是 那通常這種積極強攻 當然是好事 但 可是剛剛 早上的賽事好像有發生 一句 比較 對就是 失誤的狀況發生 就是 你原本只會 被對手拿1分 對 可能 瞄準的部分沒有瞄準到 那變成 把自己的球狀態 讓對手得 更多分 對 所以並不是 並不是對手沒有球 你就是保證一定得分 是 永遠會因為自己的失誤 而造成局勢的改變 是 好 那看起來 看起來剛剛最後一顆球的話 他們是 對 就是一種練球的方式 把球丟出去 對 目前時間目測就 對 目測說2分 阿聯球隊長想要出來 再確認一次 請裁判再看一下 量測給選手看 因為 比賽過程中最重要的是選手 像裁判 像我們這樣轉播的主播賽評 以及我們現場其他工作人員 都是幫助選手完成這樣的比賽 對 對 那 阿聯球隊長的失誤 對 他希望 他希望測量 他希望測量 確認一下說 是不是真的有2分 其實很接近 假如 選手 他覺得他不同意 主神的說法 他可以請主人來測量 對 繼續測量 就是 他希望真的 他認為那顆球有分 他希望真的看到那樣的測量 請就是主神在 協助測量確認一下 這一局 泰國隊拿下3分 泰國隊拿下3分 變打法 對 因為像我們現在大分應該都看到 球都是剛過我們的V線 然後發球線過後 那 就是還沒有看到有 有比較遠的球出現 其實BC4的選手 呃 常常會就是喜歡丟到 底線 對 接近底線的位置 對 就變成說 比較遠的球 掌控性 來得 要再多磨練這樣子 我說 就會變成你的力道跟準度 要同時的發揮 是 那我們的四號 泰國隊選手的發球 應該是想要採取一個 呃 非常勁讓 2號格的R09選手 比較難打的一個策略 只是剛剛DQ射球 似乎力道有點過大 對 他可能力道沒有抓好 這好像 在泰國隊發球過的 然後這兩位選手 都發生了類似的事情 沒錯 對 那因為像今天是雙人賽的決賽 所以今天比完雙人賽的短底賽 都會比完 接連三天會是個人賽的部分 那也是會希望這些選手 就是盡快調整好他們自己的狀況 除了自己球的狀況 然後跟自己身體狀況 還有對球場的適應性 這樣子可以讓我們可以看到更精彩的比賽 對 那接下來三天呢 就是個人賽賽事 是 所以如果大家有空的話 還是歡迎大家一起來 對 有週末時間 對 那在禮拜天的時候 就是我們的副賽跟決賽 決賽 沒錯 所以希望大家還是能夠到場 來幫我們的中華隊加油 對 讓他們知道 就是 有很多人也支持他們 參與這種運動盛事 我們剛剛有提到 就是在現場不只看比賽 我們還有一些打卡 送禮物的活動 是 還有一些可以挑戰準鍋手的活動 體驗群 甚至 還有體驗 試唱者該怎麼打地盤棍球 試唱者 試唱者也可以打地盤棍球 對 還有 我們目前聯盟也推廣到了 音法組 沒錯 那就看一下 怎麼樣 藉由地盤棍球 讓他們一些 出來走走 然後 採取社會示意 相關的東西 除了一段位 在地盤棍球 推廣這方面 其實下了很多的功夫 對 真的 希望讓地盤棍球 在不同的領域也能夠發揮 是 那 我們安聯球拳手呢 他是採取想要直接貼進我們的白色目標球 對 但 力量差了一點點 那 看一下說是他們之後有一些戰術的想要應用 還是說想要怎麼樣的方式 對 因為 既然已經確定結果 那 是不是能夠再盡量把自己的手感修正 對 讓戰之後的個人賽的部分 對 個人賽 就一樣以賽代訓的意思 好 這球就貼著 好 好 好 然後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要換我們 泰國隊友選手 這顆球投出的 角度跟力道其實就掌握了各樣子 是 對 對 也藉由前面隊友這顆球 所以大家才有辦法這樣子 剛好 做成一個防守的局面 然後就變成 可能 泰國隊的沒有辦法 直接去 碰觸到我們 白色目標球 對 就是必須要先把對方的球撞開 對 把他撞開 那當然對於泰國隊來說 當然還是會做這種嘗試 是 沒錯 哇 這球真的很漂亮 這球真的很漂亮 撞開了之後 還把自己的射球 還把這球 停留在這邊 對 對 這種球都是很漂亮的球 那他可能丟出去之後 他的手腕可能有偷偷的 順一下 稍微轉了一下 這就是一些技巧 對 因為技巧 讓他碰撞到球的時候 他會產生另外一個方向的旋轉 對 所以變成他的球可以更容易去靠近 他想要接點的白色目標球 這都是投擲型選手 他們可以用的一些技巧 就是有點類似棒球 就是好像有什麼變化球 什麼手腕轉 什麼樣的 對 他們通常改變都是在落地之後 對 像那個保齡球 是 對 落地之後 然後藉由球的滾 那個滾到的方向來改變 是 落地之後的滾動方向 那我們在另外一邊的比賽 就是我們的中華隊對上我們的伊拉克 目前中華隊是0比3落後 對 好那沒關係 我們還是一樣要替我們的中華隊繼續加油 那很多人可能想說來現場之後 看不懂 規則怎麼辦 是 沒有關係 我們的主管大會很貼心 貼心 還有做一個文選小物 將地板管理的規則印在上面 這樣做 所以你來的時候在門口 其實你就可以領取到這個 文選小物 拿著文選小物就可以知道相關的規則 沒錯 比較看得懂 看得懂 是 那這樣看比賽說其實你會有 感受到地板管理的魅力 是 好那我們這邊就是又輪到我們的 阿聯酋進攻 那也跟大家報告一下在今天早上的賽事 我們中華隊已經拿下了第一面金牌 是拿下我們的 也是這次賽事的第一面金牌 是 BC3的 BC3鬼道組的 金牌 雙人賽金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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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那我們現在 阿聯酋勝 最後一顆球 可能看一下說他想要怎麼樣的方式去做運用 這種局面應該他們會想要就是 盡量大力的去衝撞 嗯 對 因為 因為其實籃球其實很明顯就是躺在白球的前面 是 這時候 要防守其實沒有意義 對 可能就是用衝撞球的 那這球呢 其實是阿聯酋的選手想要撞到最右邊的紅球 把他再帶裝進去 對 那這也是一個進攻的方式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說可能泰國隊想要做什麼樣的嘗試 因為這應該蠻確定說泰國隊會獲勝的 沒錯 所以說他們可能會用 氣球的方式 嗯 看似要氣球 是 或者是說 看起來是氣球 就是看起來是氣球 只是通常在這種局勢比較 確定的狀況 教練還是會鼓勵選手 盡量去嘗試 對 就是一樣 除非他的下一個頭角會影響到勝負 是 對 不然通常這種局面 教練還是會鼓勵選手 看有沒有能盡量去得分 是 就是讓選手一樣再有多練 對 對 對 很